卵巢囊肿案例 医生建议做手术 并要求我当天办理住院 我想起一年前 我有看过张医师视频讲座 马上和先生商量 他同意让我尝试用原始点调理 我于2020年8月17号 到原始点中心调理 初来中心时的症状 一 左复健区囊肿站位 卵巢囊肿12乘11公分 二 小腹胀痛 吃止痛药能缓解两至三个小时 晚上痛得睡不着觉 三 手脚发热 四 运动量少 走路腹部会痛 喘不上气 调理三个月后 囊肿已完全消失 小腹不痛了 手脚发热已完全改善 走路有力气 可以正常行走一小时 爬楼梯30层 喘气和耳朵跑出气来的现象都没有了 睡眠好 从晚上10点半睡到早上6点半起床 起夜两至三次 原始点调理细节分享 一 内热源 干姜片从开始的50克到后来65克 姜两扎红身须 喝姜水要热热的 小口慢喝 15分钟至半个小时喝一次 不喝 隔夜浆水 二 外热源 一天温敷 共18个小时 白天暖贴红豆袋 晚上垫热毯 三 原始点按推 住得比较远 每周到中心排队按推一次 四 心态 真信原始点 完全配合落实原始点调理各个细节 愿意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气习惯 保持良好的心态 尤其是不能生气发脾气 五 饮食 温热性饮食 五股杂粮面条 不吃含粮食物 不吃水果 炒菜放姜 辣椒等温热性调味料 少油 少盐 少加工品 六 避免寒凉 不冲凉 用姜水擦身泡脚 毛巾湿了要及时换 以免着凉 七 睡眠 早起早睡 八 运动 一天分多次爬楼梯 缓慢增加 到现在可以爬三十层楼梯 走路一个小时 九 灌肠 每天用六十五克干姜片熬煮的 第一变姜汤灌肠一挂 六十毫升 可停留半小时 有时灌肠时人会睡着 能睡一个小时 每天从阴道灌姜粉 六到七克 停留一个晚上 第二天用姜汤清洗出来 后来改为三天清洗一次 原始点调理过程 2020年8月17号调理第一天 第一次按推腹部患处 能止痛两至三小时 2020年8月27日调理第十天 早上开始排黑色大便 气味浓臭 一天拉了八次 原始点老师直到姜水灌肠 温肤下背部和臀部 内热源是干姜片五十克 红身须易扎 2020年8月30日 调理第十三天 大便一天八到九次 每次排出的是黑水 很臭 这样持续了三天 后来每天拉两至三次 肚子胀完全改善 小腹突起有明显改善 每次小便尿道口会有些痛 体力没改变 小腿没力 2020年9月2日 调理第十六天 晚上小便九次 一夜几乎没睡 小便呈黄色或奶黄色 同时有排气 气味难门 义工老师建议把姜和身 都加到七十克 仍然加强 温肤下背部和小腹 并且一天姜粉灌肠 一至两次 2020年9月9号 调理第二十二天 卵巢囊肿小了二分之一 手脚发热已完全改善 小便呈黄色 同时含有排气 一直持续 大便每天两至三次 黑色很臭 持续了约十天左右 现在大便正常 2020年9月20号 调理第三十三天 可以分多次爬楼梯 共十七层 走路二十分钟 不太累 2020年9月28号 调理第四十一天 爬楼梯腹部已不痛 睡眠每晚起夜三次 可以遣睡四个小时 一天爬楼梯二十一层 2020年10月15号 调理第五十八天 一天可以爬楼梯三十层 睡眠较沉 质量较好 起夜三次 2020年10月23日 调理第六十六天 七船已没有了 晚上可以睡七至八个小时 起夜两至三次 再次入睡容易 睡眠质量好 感悟及对生病的反思 生病那段时间 由于天气很热 每天晚上吃冰冻糖水 还喝了许多冰饮料 造成疾病快速发展 没病之前 因为吃了许多榴梯 来月经时候也吃 所以就生妇科病了 现在按推腹部后 小便会呈现奶黄色 并且气味也有榴梯味 平常正常 一直以来 我对先生有怨言 经常挑他毛病 对他发脾气 这样对身体不好 以后改正 感恩张昭翰医师的原始点 感恩原始点中心的义工们 感恩你们的大爱 请以我支持和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